喂喂喂 那我們就繼續下一場分享 那下一位我們邀請了嘉欣哥 齊布老弟的嘉欣哥 然後他來跟我們分享這個ChairGPT 如何讓任務型的聊天機器人變成真正的聊天機器人 那我們來歡迎他分享 好謝謝Eric 好的我們就不耽誤大家時間 那我這邊都要趕快開始 那我是齊布老弟的嘉欣 今天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怎麼用ChairGPT讓你的任務型機器人變成真的聊天機器人 那任務型機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就是很常見他下方 以Nine的ChairBot來講就是下方會有圖文選單 你點了什麼他都回答你什麼 或者是你打什麼關鍵字他都圖什麼 那我們把它稱作是任務型的 那真的聊天機器人就是你可以跟他聊天 你可以跟他尬聊這樣 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這樣子 好 那我自己有一個公司在彰化那邊開軟體公司叫齊布應用 然後我自己有兩個小孩這樣子 所以我的部落格名稱就叫齊布老爹來源是這樣 雖然說這部落格很久沒寫但是 大家有興趣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齊布啪啪 齊布老爹這樣 好 那我都稱自己是聊天機器人的傳教師 就是大概在2016 2017 比較流行講聊天機器人講ChairBot之後就開始再做一些分享 在蠻多地方都有做過分享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也是這個ChairBot Developers台灣這個社團的成員之一 那我主要的話就是在中部那邊 台中招那邊有辦活動大概2019年開始這樣 那也是剛好今年的話在520那天有請那個董老師 董大偉老師來做分享 然後那次分享之後我就有了今天的這個主題這樣 所以辦小劇跟參加小劇有很多好處 包括可以幫你發現CodeCop的議題這樣子 那我2020年也成為那個Nine的聊天機器人專家這樣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聊天機器人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的應用會用Nine的那個ChairBot去做 那我在2021年是成為那個微軟的AI的MVP 所以會有一些AI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剛好聽柯柯講的話就是 那個A9上面也有OpenAI的東西這樣 那我今天的ChairGBT主要是那個原廠 就是那個OpenAI上面的的一些API 好 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聽完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我的臉書是這個陳嘉欣 或者是我們公司起步運用 或者你未來很想要在中部來彰化那邊 幫我們那個小劇做分享的話 也很歡迎找我報名這樣 因為我們彰化那邊算交通很方便 然後只要你來分享我都會請你們去吃一些好吃的 對這是重點 順便來偵採一下 好 那客人大概大概分四個部分 就是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傳統的 我們稱作NLU或者是NLP 傳統大概怎麼做 那最近的話大概去年年底開始 QRGBT很夯之後 所有人以前去 以前我們好幾年了到處去分享 那種ChairBot聊天機器人 大家都 都會坐起眉頭說這到底是什麼 那大概從去年底開始跟大家講QRGBT 大家全部人都知道 就偷QRGBT的服 這樣 所以 等一下第二個部分會講一下QRGBT這樣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有這個專案 可以在那個Github上面 大家等一下可以給我個星星 然後我們會有做一些demo 那第四個部分是QA也很重要 因為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干貨這樣 好的 所以大概是四個部分 好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傳統的NLU 就是自然語言的理解 或者是NLP 就是自然語言的處理這樣 那有聽過Louis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 假設 那個 那個 兩三個人這樣 好 那Louis的話其實是 微軟 就微軟A9上面那個 語言的服務這樣子 就是language understanding這樣 那你去Google的話就會找到 這個他自己微軟官方的文件 那你會發現說我用紅筆畫起來這邊怎麼樣 他在今年4月1號開始就停用了 所以10月1號開始 可能也因為那個QA的關係 所以他4月1號開始 他你就沒辦法在A9後台再建這個資源了 所以他有點點要停用的概念這樣 然後在 兩年後 就是2025年10月1號 這個服務就被淘汰 那淘汰的話 其實因為 微軟跟那個OpenAI有合作 所以應該是整個服務會轉到那邊去這樣 所以Louis的命運就變成是 比較那個 反正就被淘汰掉這樣 那你如果說很好奇說 以前的那種所謂的自然語言處理 大概是怎麼處理 原則上就兩個概念 就是意圖 就是intent跟他的實體entity這樣 那這兩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意思的話 你可以從他的官方的文件去看 那文件上的話就跟你說 我覺得他文件寫得很好 他說用程式設計的角度來看的話 什麼叫做意圖 就intent 就是你想要觸發什麼 什麼function這樣 那實體就是他的參數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下面這個表 也是在文件上面找到的 就是 那個他的開發者文件上面 所以假設你今天問了一個問題 呃 我要 我想要訂購一份小的pizza 這個是你的問題 那他經過那個自然語言處理之後 他就發現說 你的意圖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 訂pizza orderpizza這樣 而且怎麼樣 剛剛那句話問句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參數 你要訂的是小份的small這樣 所以他就幫你抓出來 你是要訂pizza 而且是小份的 以前的處理是會類似這樣去處理 下葉 對 所以以前的話就是說會有幾個服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微軟的小兵 因為微軟在那個 中國那邊有亞洲 有一個亞洲的研究院這樣 那這個截圖是蠻多年前的 他現在小兵已經眼睛到可能第六代還是第七代 現在是比較先進 那我六七年前在跟他問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他回答都不是很好這樣 所以最常見 因為我們想要跟聊天機人聊天的話 一般會問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問題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今天天氣幾度 那你就發現說小兵跟我講什麼 他說他正在思考人生 好 那我就想說可能他沒有發現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給他一個問號 今天天氣幾度問號 然後你就發現說 欸你不說我也不說 他好像還蠻會尬的喔這樣 所以我就想起來說 喔小兵在北京嗎 因為他是中國的那個亞洲研究院 我就問他說那北京現在幾度 他就開始給我滴嘟滴嘟滴嘟 有點像在唱Rap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可能 他們大陸人不是問天氣幾度 那我就問他說北京天氣好嗎 他說很好可以去放風箏 所以他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這樣 那中間這個是截圖是那個TrackGPT 我我安裝那個 TrackGPT的那個APP這樣 我就問他說彰化今天幾度 天氣如何 因為我是從彰化來 那你就發現說他都比較老實一點 他連聊天都不跟我聊天 他都說我是一個AI模型 我不回答這種查詢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TrackGPT的部分 那右邊那個是Bud Bud是那個 也是Google的聊天機器人 然後他最近開始支援中文 所以我就問他說 欸彰化天氣如何 那個Bud就比較好 他還是可以聊天 他理解了我的問題之後 去幫我把答案抓出來 他說今天最高溫是29度 因為最近颱風來 天氣比較冷一點這樣 所以大概幾個服務會 會像是這樣子 好 那剛剛講完大概典型的一些 自然語言的一些處理的話 就是你可以跟他問問題 然後他發現你問了問題 想要什麼答案 他都幫你把答案抓出來 那現在TrackGPT的話 因為最近很夯 所以我就想要問說 大家有沒有用過 那個TrackGPT 有用過幫我舉手一下 對大概全班 全班都舉手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路易斯 兩三個人聽過 那TrackGPT大家都聽過 真的太好了 你們今天走那個 走進這個教室就對了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些應用 好 所以我等一下示範說 他是真的可以聊天的 真的可以打字聊天的機器人 那我用美食推薦的指南 來當一個範例 因為吃東西是大家比較可以 生活化的一種應用這樣 好 所以我就想說 欸竟然是一個美食推薦 我都要先規劃一下 我的資料庫好了 那大家有去過彰化嗎 可能沒去過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彰化有鹿港嗎 可能比較多人聽過 所以我就用鹿港的美食 來當一個範例 我的資料庫都規要三種就好了 就是 我先做了三個分類 比較好去做demo 分類也不要太多 所以第一個可能叫做私房推薦 什麼叫私房推薦 我在地的人可能會怎麼推薦 所以如果有朋友要到 要到鹿港來 我可能跟他說 欸你可以去和和食堂吃飯 那你可以吃靈敏堂素食麵 還可以去第一市場那邊吃 金融木瓜牛奶 這個叫做我在地人的推薦 私房推薦 那特色美食 美食是什麼 欸我 這輩子沒有去過鹿港 我去一定要吃他的特色美食 所以我可能 去真心真買一下他的糕餅 這樣子 然後我去 蚯蚓龍山麵線虎吃麵線虎 因為鹿港麵線虎也蠻有名的 再來鹿港肉包也很 很有名這樣 我就可能會推薦他吃老龍師 類似這樣 那 大家如果去鹿港 他很多老街 走路累累會怎麼樣 去咖啡館 所以咖啡館呢 我一樣可能可以推薦說 瘦子咖啡 這個是好朋友開的 清泉咖啡老闆娘長得很酷這樣 聖豐爸呢 我不喝咖啡我想要喝啤酒也可以 所以類似一個資料庫規劃會這樣子 先分成三類這樣 然後特別給他三個食物 好 那這時候咧 大家一定都用過缺GPT 就發現說 所有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種提示工程 看你怎麼問 他就怎麼給你回答 所以我剛剛 呃 在這個講座之前 就跟朋友在聊天 他就問我說 欸你今天的主題是缺GPT 那是 怎麼去串結 食物上是 把缺GPT的答案直接塗給 給使用者嗎 不是因為 缺GPT他比較偏是一種幻想式的 他如果給了答案 我如果問他鹿港有什麼好吃的 他給的搞不好是台北 搞不好是台南的 所以我不要這種答案 我要的是 他幫我做 呃 剛剛前面有稍微demo過 就是說傳統的語言處理 可能會是 你有所謂的intent 就是意圖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剛剛 前面資料庫 不是幫陸港美食先分三類嗎 所以我今天 缺GPT要做的是 他 根據使用者的問題 然後幫我直接 對應到這三類來 就好了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的 呃 像這個是缺GPT網頁版的一個截圖 那你會發現說 那個橘色線畫的就是說 我跟那個缺GPT 講說 欸 我有三個分類 私房推薦 特色美食跟咖啡館三類 然後當有人問到什麼 問到說我現在好餓 有什麼好吃的時候 你可以推薦他什麼 然後 大家如果用過缺GPT就知道 他雖然給了我答案 就是我紅色框起來那邊 他跟我說 欸既然有人說他現在很餓 那我一定是給他特色美食 因為大家好不容易來入港 那之外 他下面又拉拉雜雜 講了很多東西 因為 QQT是一個很喜歡聊天的人 這樣 那我們今天寫程式 他這麼一堆 回復了一堆 我怎麼知道 他最後分類結果是什麼 回答太多了這樣 所以我們就稍微 把他的那個提示 再精簡一點 我就跟他說 欸你實在是講太多了 你直接給我分類的名稱就好 我們現在不是分成三類嗎 私房推薦 特色美食跟咖啡館 你就直接給我類別的名稱好 不用多餘的文字 欸好 這時候答案都精簡多了 他就直接跟我說 欸假設是有人問說 我現在好餓 有什麼好吃的 直接 推薦他特色美食就好 這答案 應該就是我要的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說 欸後面多餘一個句點 實在是 也是多餘這樣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不要那個標點符號這樣 欸所以這一次就OK了 所以大概有個 小小的提示工程 我們工程師要的就是分類答案 要了有分類答案之後 我剛剛前面資料庫規劃裡面 每個分類都會有三個食物 我在隨機找一個食物 推薦給人家 你們就會覺得說 後面會有那個 那裡的缺霸 你們等一下去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欸他好像真的是一個 在地人跟你推薦一樣 好 所以他給了你一個 特色美食之後 你很開心 你可能就會跟他說 欸你好棒喔謝謝 所以這種問句的話 你是很長是亂聊的 那亂聊的時候咧 欸他還是一樣 可以給他一個答案 他會跟他推薦特色美食這樣 所以去GPT是一個好的方式 以前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在做聊天機器人 真的就是 很常知道有人 輸入了什麼之後 他就會用例外 他就會用例外的那個 統一的去回答 他說喔是喔謝謝你喔 我本服務有什麼什麼公司 實作這樣 那種答案都不是 人家想看的這樣 所以你要一個 比較好的方式去回應他 那 去GPT我覺得他可以 處理的比較好 對 那 有些朋友如果走路走 就是你可能 正正會問的一些問題 是說 欸我走路實在走太多 我口渴了 他就會推薦你咖啡館 欸看起來這答案也是我們要 因為 咖啡館裡面 有賣咖啡有賣茶這樣 但是你發現說 欸他怎麼又把句號出現了這樣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有點生氣說 身為工程師 我要的只有選項就好 所以我乾脆給你選項ABC好了 剛剛的 私房推薦 特色美食 咖啡館 我剛剛就幫你標成ABC 你直接跟我講ABC 吃什麼就好了 所以咖啡館是C 喔這答案就是我要 工程師答案 就會很好去 寫那個程式這樣 好 那還有可能什麼問法 欸在地人都吃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厲害的問法 你們不管去 呃 不管去彰化去台南 不 那個沒有沒有吃過東西 你就是問他說 欸你們在地人都吃什麼 這樣所以 內行人就會這樣問 那去GPT類 根據這種內行人的問法 他就會給他私房的推薦 因為剛剛提到說 私房推薦 比較偏是 可能一種在地人的一些推薦 這樣 好 那有些人會很老實的說 欸我是第一次來入港欸 你有沒有什麼推薦 喔這時候咧 我就給他特色美食 可能是 那個 蚵仔針麵線糊 或者是肉包這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這種 我相信這種 去GPT界面 大家應該都 都算蠻熟悉的這樣 好 那 剛剛講了這麼多 那個界面都是網頁版界面 或者是有些朋友裝APP 可能在APP上面也操作過這樣 就是 你打了一個句子 他就會毀你 那那個是 就是網頁版的這樣 啊我們工程師怎麼樣 我們知道說現在那個 TradeGP他有API嘛 所以我們就把他API拿來用 那API拿來用的話 第一步你會做什麼事 就是 用Postman去打 打那支API看看 所以 有幾個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他API其實也不多 他 那個 我們在網頁界面上聊天的那個API 就是這一支 TradeCompletion這一支 所以你就呼叫這支API 第二個 你的body那邊要傳一些參數 那參數的話就是說 他其實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是 像我 紅線畫起來 第二點這邊 他會說 他有那個所謂的roll 就是說 角色 是誰來問這個問題 那他有三四種roll 那一般我們 在網頁上直接打字那個就是user 就是使用者來提問這樣 所以這邊預設就是用user 那下面就是那個 你打字的那個句子這樣 所以句子就用這個content 第三個部分去把它餵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句子就是我剛剛 前面的那個網頁截圖看到 就是 我有 私房推薦有 特色美食有 咖啡館共三類 那當有人問到說 我現在好餓有什麼好吃的時候 你要用哪個類別去推薦他這樣 所以 下面的話就是 那個API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速度還蠻快的 860個minisecond 就是不到一秒鐘 他結果就給我 那你會發現說 他回覆的就是那個特色美食這樣 所以在這邊 那個jesson裡面 就有我要的答案 那這個是用postman去做 好 那今天我們會想要說 如果是做 用聊天機器人怎麼去做這樣 那我這邊的話就會用那個 耐的聊天機器人去做 大概就分四個步驟 那第一步咧 我們今天在耐的聊天機器人裡面 你會做什麼事 輸入文字 跟你用TrackGPT一樣 你都是打文字 所以第一步 就打文字你的問題這樣 第二步咧 第二步咧 我們的耐就去呼叫那個 那個TrackGPT的API這樣 呼叫完API之後 他會給我們什麼結果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那些提示工程 他還給我分類的結果 以這個歷史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 目前先分三類嘛 那個 那個推薦的啦 然後 那個美食 跟那個咖啡館這樣 所以我們就先給他分類的結果 那有了這個分類結果之後 我們工程師就可以從我們的資料庫裡面去撈 再把結果塗給人家 而且是用一種耐的格式 看你喜歡用貼圖就用貼圖 你喜歡用那個多葉訊息 就用多葉訊息這樣 你就去回覆他 所以大概就這四個步驟就可以去運作你的一個機器人出來 好 所以你今天如果很有興趣 你就打TrackGPT 那個API 就會到這個網頁來 那他上面有那個Questart的Tutorial 你就可以進去看 看說怎麼去實作他 那我這邊也跟大家說明一下那個稍微的步驟這樣 其實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那個帳號 因為你可能會用你的Google先登錄 或者是 因為剛剛問大家有沒有用過TrackGPT 大家有用過應該都有帳號 那你今天要來開發的話 或是到另外一個界面去 那第一步你其實就要去申請他的API Key這樣 那申請完之後你可能要付費 早期我看一些網路資料的話 他有給你 每個月好像5塊錢美金的額度 現在是沒有 因為我這幾天試的時候 一進去呼叫的話 那個API就出現錯誤 所以可能要先付費 所以大家去點擊那個把你的信用卡跟那個 那個付費帳號先把它設好 這樣 那設好之後跟買基金買股票一樣 想約公開說明書這樣 所以你就去看一下他的說明書 喔 原來是Post的方法 然後 呼叫這支 就他API API沒有很多支 就是我們 網頁界面上 打那個聊天 或者是APP上面打聊天 打字聊天 那個就是這個 Chat Completion 這個API這樣 那其實他旁邊就有一些 一些範例 所以我其實 像我在呼叫的時候 我也是call他旁邊的那個Jason 來稍微改一下這樣 所以 想約公開說明書之後 就可以去做 那這邊有個假裝的demo 就是大家可以掃那個 右上角的QR code 就是 就是我今天做的這支奶這樣 所以我 鼓勵大家都可以去掃一下 那進去之後就可以真的跟他 聊天聊看看 那他見面大概長的就像這樣 會有現在有那個 那個加入好友的歡迎訊息 跟大家說 他是一個 入港的美食推薦這樣 那請你開始去打字 那像我自己打了一個什麼 我就問他說 在地人都吃什麼這樣 他就給了我一個私房推薦 金融木瓜牛奶 這個在入港第一市場 在那個 育針災那邊彎進去 第一市場那個還不錯 那他除了 除了那個木瓜牛奶之外 他的那個烤吐司也很好吃 今天變成觀光大使 所以大家可以先掃一下這樣 給大家一點時間應該差不多 好 所以 我現在來講一下那個專案 那大家如果說 對這個專案很有興趣 也可以幫我進去那個Github 那我資料是還沒放 因為我覺得有幾個層次細節 要再秀一下 那我今天簡報連結 到時候會放那個slideshare上面 我會再更新到Github上面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去Github 幫我給一個心臟 好給大家一點時間 好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少 好的 這個 所以我這邊來小小的做一下live demo 因為我每次只要live demo都會出錯 所以我這個demo是用錄影的這樣 那這個介面大家剛剛掃進去 應該是長得像這樣 就是美食推薦的一個料理機械 那剛剛還沒掃的朋友可以掃中間這個 他是一個nine的checkbar 那我這邊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假設你加了這個機器人當好友的時候 大概怎麼去操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美食推薦的一個聊天機器人 你說我要跟你聊天 那這個就是他加入好友的歡迎訊息 他請你打字 那打字的話你會想說我來入港 我可能會說 在地人都吃什麼 這問題真的很專業 你到了任何地方都問他說 在地人都吃什麼這樣 喔他就過來就推薦我那個 金融木瓜牛奶帳 那他推薦完之後你覺得 欸不錯你可能跟他講謝謝 謝謝完之後他以為你還 你以後再提問 他就給了你另外一個 面線舞的推薦這樣 那如果你丟他貼圖 他就跟你說我不吃 我只吃那個 我只吃那個文字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試著跟他尬聊 那我有時候東西太多了 吃的會很飽 我問他說有沒有點心就好 結果點心 他就給我推薦素食麵 我們彰化人吃點心都吃素食麵這麼多 所以我跟他說不要好了 那喝的東西有沒有這樣 就試著跟他聊天 喝的呢有什麼 他就給我推薦說 可以去食堂喝一杯涼的這樣 所以大概的操作會是 會是像這個樣子 欸我後面有繼續問 飲料 飲料他就給我 應該會推薦我去一個聖風吧 所以我們彰化人喝飲料都去 那個吧台 喝那個 都去酒吧喝酒 好大概是長得像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玩玩看 那這邊的話會有發現說 剛如果有朋友 有去試這隻機器人的時候 會發現說 他其實好像可以聊天 又好像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我前面的資料庫 規劃的話 只有分三個類別 有點少 所以你看我的第二點 應該可以再增加更多的吃分類 在地人推薦一樣 可能可以分成吃得飽跟只是小吃這樣 因為大家去觀光景點的需求不一樣 有時候我肚子很熱是要吃飽的 我要吃飯 有時候我是要吃點心就好 所以他應該要再增加一些 次分類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第一點 你的美食資料應該更多一點 因為發現我剛剛的資料庫規劃的話 三類各三筆 一共只有九個東西 那九個東西我用 倫敦用隨機的 跟你剛剛用TrackGP 輸出的搞不好會一樣這樣 所以如果今天資料多一點 你就會覺得他更精確這樣 所以我會再去擴充他的資料庫的部分這樣 那第三個的話你會覺得說 我想要一些個人化更精準的一些推薦 可以怎麼做 可能可以做人設 人設的話就是大家有用TrackGP做過的話 你會發現說 所謂的提示工程師 你可能要跟他講一下你現在的 使用的背景 所以你可能 可能每次有人提問說 請你給我一些 那個路廣有什麼好吃的 你可能就反問他說 你是男生是女生還是親子 因為那個需求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那個提問的時候 你在聊天機器人上面設計 可以再給他再細分一些人設這樣 接著可能根據情境或時間 什麼叫時間 就是說 今天他如果問題是早上來 你可能推薦他早餐 今天時間是下午 你可能推薦他下午茶 所以我覺得你 這邊再去修正一下 這支機器人 未來的那個推薦會更好這樣 所以 我就會往那個方向去做 也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QA的部分一樣就是 怕會那個尬聊 所以我通常會自備 兩題題目這樣 那第一題我一定會講收費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會好奇說 這API的收費這樣 那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我很開心去註冊完之後 那個API key也用了 結果我Postman一打 馬上都429 4開頭就是有錯誤這樣 429的話你仔細去看 他都說你 超過了你的扣打 他根本就沒有給我扣打 我才呼叫一支就爆了這樣 所以你只要遇到429應該就是要去付費這樣 那同學一聽到付費 要用信用卡就很緊張 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去 你到時候那個信用卡資料見了之後 你去那個UCG的Limited 這邊可以去設說 上限是多少 就是你的信用卡刷到 假設像我是設5塊錢美金 所以我的信用卡 付超過5塊錢的話 他後面在呼叫人 那個功能就不能用這樣 你也可以設定說 4塊錢的時候就先提醒我這樣 所以他 那個費用到達4塊錢的時候 他就會寄信跟我講這樣 所以這是那個部分 那你按那個UCG的話 也是可以看到說 每一天 每天API 那個呼叫的那個費用是多少錢這樣 所以還是可以去設 大家不用太擔心這樣 那還是會很好奇說 聽起來好像要花錢很恐怖這樣 那到底他的費用是怎麼去算的 所以你可以來看一下我這個範例 上面那個紅字的話就是我 呼叫那個API 然後API裡面的那個Body 會帶一個餐具 就是說我用的是哪一個Model這樣 那你會發現我用的是 那個GPT3.5 Turbo這個Model這樣 然後包括他回覆的也是 Turbo這個Model 那你再去他的那個文件去查說 GPT3.5 Turbo他的費用大概是怎麼計算 大概就是這個Input是 0.0015 然後1000個Token 是0.0015美金 然後輸出的話就是他給的答案 輸出的話是 他輸出的話也是1000個Token 是0.002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那個巨子 橘色化起來那個巨子 去呼叫的話 他大概用出來的話是 藍色這個框框 他輸入是113個Token 所以113 乘以這邊的0.0015這樣 然後加上輸出 就是輸出的答案是那個 特色MES這個輸出是 用掉5個Token 所以5個Token 然後0.002這樣 然後他的計費是每1000個Token 所以最後要再除1000 所以我剛剛這個巨子 就是你們 如果有用我那個聊天機器 你們每打一個巨子 我大概就要付 0.001795美金這樣 誰會曉得這個錢是多少 所以再換算一下 我們用30塊的匯率去算 大概是0.005385 新台幣 聽起來又好像還好 到底 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 大概來講 一塊錢 新台幣 你們 你們問185次 大概才花1塊錢新台幣 所以 沒有很擔心 所以我今天來 我那個信用卡放在那邊刷都沒關係 所以你們等下都多問一點 我都不用擔心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特別高 但是你會發現說我的 我的那個回答 給的答案好像 可以再加強一下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提示工程那邊 就是那個字可能可以再多一點 所以到時候 這個費率可能會再提升 但我覺得還可以負擔這樣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如果大家對做Chapbar很有興趣 從早上到現在 也蠻多個講者都有介紹到Chapbar 那我唯一推薦就是我們的 Chapbar Debalance Taiwan這個社團 我們裡面有一萬個 然後你們每次只要有人去提問 都會有很熱心的人去回答這樣 所以臉書社團是這個 Chapbar Debalance Taiwan 我自己在中部那邊辦活動 台中彰化那邊 如果對 對那種台中彰化 像剛剛聽的鹿港美食很有興趣 拜託來 我就帶你們去吃這樣 那你可以掃那個綠色的 議程的那個 那個QR扣帳 好的 那我今天就大概講到這邊 看有沒有人想要提問 大概還有兩分鐘 一樣一個問題 好 請問那個 因為這個聊天 感覺就是 Chapbar ChapGPD 他的資料庫 如果 我有一個客製 想要 準備一些資料 能包進去嗎 變成說如果 那另外一個問題說 如果有自己的資料 然後他又問一些不相關 是不是他又變成會去 更大被這些客製 對 我覺得像 剛剛有個同學問到說 他如果ChapGPD 想要借那些資料庫 我覺得你就把那個 你的那些資料 都寫在你的問句裡面 這樣 就是前面 這個句子 你在呼叫API的時候 就把你說 我有什麼 我有這些資料 然後請你 請你幫我推薦什麼 這樣 他當然費用 就會稍微提高一點 這樣 就是API成本 這樣 但是我覺得你把你的資料 也跟ChapGPD講 他就會幫你 挑一個出來 這樣 我就是建議所有 對 對 對 這樣就可以 好 還可以再問一個 好 請說 賴群組沒有辦法加 賴群組沒辦法加 為什麼 那不是群組 那是一個聊天機 你說這一個 其實加入進去之後 如果想要加社團組 沒有辦法加 社團群組是這個 那 這是機器人 這個機器人 機器人進去之後 問他社團 他就跳出 我就問他社團 然後 然後他就 他不能聊天 他不能聊天 他是 我等一下幫你看 好 好的 看 好 確認一下 就是資料庫拉出來的時候 全部打在那個 可能沒有 就是打在那一串 混搭那邊就可以了 對我覺得你打在這 混搭設計 然後就是可能 對對對 然後他後面模組 是有一個專用的模組嗎 就是他跟賴群組一樣 有一個專用的模組 沒有 我用他內建的那一些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理解人講話 這樣 所以我只是想要他 我其實有點像是分類 我想要他推薦我一個類別 這樣 但我前面先 給那些先輩知識 跟他說我大概有這些資料 有這些分類這樣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 等一下可以 如果在那邊 如果有疑問還可以再找我 我把時間交給Eric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也可以去 我們TripBot的社群攤位 他在614 我們就謝謝佳心哥 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謝謝